今天老公要做我们当地人最爱吃的一种美食 好多朋友应该都没见过 来 打杯 要用这么大笼子吗 这一天好多外地朋友都打电话给我要 送信多做点 咱们都尝尝 好多 又来一个干活的 先把这些粉条用开水煮一下 煮到可以用手掐断的程度就可以 这个是搬两次吃的豆腐肠 您炒相吧 我烧不服了 这道美食的灵魂就是这道酱 先用葱蒜姜爆香 然后再放入两勺豆瓣酱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老抽 生抽 蚝油 大火炒上两分钟就可以了 河北炸锅 把炒好的酱和这些粉条趁热搅拌均匀 最关键的一步 粉芡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 这个是这个方法 好 烧了 现在看的不好看 但是出锅的那一刻 绝对让你们流口水 太平了 时间到里面 刚才约起来整盖一次 上锅了 蒸多久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好 十二 马上拖起来 在一个里面 哇 你还知道给我买个项链啊 漂亮 谢谢老公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可以 这次非常成功啊 嗯 精英剔透的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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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哈哈哈 不定人想吃了 嗯 好渴 嗯 是的 好渴 !". 好吃 这个可是我们当地 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 有朋友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吗 铃铛鱼吃